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Jenos 让我和你分享网络 HiFi 知识 平时设计家庭影院时 碰到很多朋友不懂怎么选择 KTV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家用 KTV 首先一套标准的 KTV 设备 是由音响 功放 效果器 麦克风 点个机 这五台设备组成的 这里的音响指的是专用的 KG 全冰音响 不是家庭音乐的音响 又或者燃烂音响 又或者广场舞的那种拉桿音响 功放也不是那种家庭音乐 AV 功放 或者背景音乐的电压功放 而是纯后级定主功放 调果器的作用是前级放大 调音专门给声音添加回音 混响或装饰 高中低频和大家平时见到的调音台功能差不多 麦克风也是专用唱歌麦克风 不是录音朋友的那种录音麦克风 或者采访用的夹在衣领上的麦克风 点歌机则是音响系统提供 Audio & Video Source的设备 点歌机内置硬盘用于本地储存歌曲 当然也提供在线云端点播 这就是一套标准的KTV配置 这一期分享的网络Hi-Fi知识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来我们实体店咨询 或者用WhatsApp联络我们Hi-Fi Studio 记得不要忘记like and share我们的video 如果有兴趣我们的知识分享 那就必须followHi-Fi Studio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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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